在利用生物进行太空飞行的实验中 美国最开始是利用苍蝇进行太空实验 1947年2月20日 一支满载果因的威尔火箭升空 飞行到了离地球109公里的地方 当时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确认100公里的高度是太空正式开始的地方 因此可以认为 这些果因是第一个进入地球最后边界的生物 选择果因是因为从基因上看 果因与质人的致病基因中 约有75%与果因的遗传密码有类似之处 经过一段太空旅行后 果因安全降落在地球 更重要的是 宇宙辐射没有对它们产生遗传影响 之后美国开始利用猴子 猩猩这些灵长类动物 在1948年到1949年间 恒河猴阿尔伯特系列航天员陆续升空 美国向太空中发射了许多种类的猴子 它们也像前苏联一样 在猴子身上植入传感器 来测量生命体征 许多猴子在发射时 都是处于麻醉状态 这期间 很多猴子没有在太空飞行中挺过来 有些是在任务过程中去世 有些是在回收着陆中遭遇不幸 所有发射升空的猴子 约有三分之二都在执行任务中死亡 最长寿的活到了1984年 在人类执行太空计划的早期 要是没有这些动物 人类可能也走不住太空 他们是整个人类世界的英雄 值得永远被我们铭记 这里是宇宙天文馆 关注我 了解更多宇宙天文知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